现在是中午11点半左右 我跟朋友约好了要去巨鹿路 巨鹿七五八那边吃饭 上礼拜在这边 little bean喝咖啡的 我这边比较少过来 现在从金安寺八号口出来 然后我要往哪边走啊 因为我看大众点评的地图看不太懂 这一条是负名路 然后我刚出了这四八号出口的时候 虽然我有看了地图 但是有点看不太懂 就是转来转去 转的那个方向不太对 然后我差点走到相反的另外一边去 这一条是负名路 我应该快到了 在前面 我已经看到那一家 应该是Lowe's Bakery 今天天气好一点就是没有下雨 Lowe's Bakery 巨鹿器 Lowe's Bakery Lowe's Bakery Lowe's Bakery 我很久以前就知道这里 但是就一直没过来 因为我一直都是在Lowe's Bakery 的另外一边的活动 Lowe's Bakery Lowe's Bakery Lowe's Bakery 看到这只是我了 Lowe's Bakery 晚上应该会更漂亮的 Lowe's Bakery Lowe's Bakery 今天天气很好 Lowe's Bakery 我现在已经快要流汗了 Lowe's Bakery Lowe's Bakery 像一个创意园的步法 Lowe's Bakery 我已知道 what I want to do Think I'll be out with you Dream hours 這一家我有聽 The Lotus那邊 蠻有名的酒吧 我找一下臉下吃飯的彩虹 原來這一區是五號樓 然後我問了一下一家日料店 他跟我說要出序在左轉站 是一號樓 就是我不想要出序在那裡 我現在想要出序在那裡 他沒有總共在這裡 我的名氣 我的名氣 現在全不排得到 我現在想要出序在那裡 了解我的名氣 我現在想要出序在那裡 我們想要出序在那裡 我們想要出序在那裡 我現在看到 Está 也有审 anim器 我現在在序在那裡 好花的一片窗 好大起 我看到了 好花的一片窗 好花的一片窗 这就是我们要吃午餐的地方 它比较像是一个美食广场吧 其实都随便 其实都随便很难听 我该怎么办 就吃什么就吃什么蒸饭 我需要一个 我需要一个 酒酒 还有一些汤味 今天吃午餐的地方 这个more than eat 就是比较像是一个美食广场 然后我们刚刚已经点好餐了 这边没有扫码点餐 然后这一家可以网路上定位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用排队啦 它这位置是有一点小 但是今天礼拜天也没办法换到更大的位置 这个酱就是我们上次吃越南河粉喜欢吃的那个酱 然后它这个豆腐是大众点评推荐菜第一名 然后这个金汤什么吃的是 我去年年底中感冒 然后我吃了一个之后 立马好的这个很神奇的吃 这个是盐酥百味豆腐 然后它的皮真的很薄很脆 而且有一股香味 然后加一点这个酱真的是很好吃 因为我们本来是要点萝卜糕的嘛 但今天没有 所以就该点这一道 然后它这个海鲜炒面 是上海泰式炒面的第一名 好吃吗 还可以 但是它不是很像泰式 也不是很像上海的 有点像是滚在一起 嗯嗯嗯 比较就是符合当地人的口味 没有那么酸辣吗 有辣吗 有点酸辣一点点一点点 有点酸辣一点点 有点酸辣炒面的感觉 但是有点不像两个 也不像我们 也不像那个 那个太心 好好好 可能是一道混血的炒面 吃吃看 哇 这一锅我吃了一次 这种感冒就立马好的 金汤石锅吃 它里面料真的很多 我可能要记一下他们的菜单 来看一下有什么食材 我记得有猪手 然后什么椒海参 干贝之类的 总之食材非常的丰富 我们现在刚吃完午餐 然后这里是巨鹿 七五八一号楼 是More Than Eat美食广场 然后这一家石面欢坑 是一家很时髦的面馆 有一只大狗 有一只大狗 这一条是 悟迷路 Gidulu 等一下 我们要来这家 The Small Company 喝下午茶 它的外观实在太漂亮了吧 我们刚才已经先把东西放在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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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是我朋友 好 这个是我朋友 想送我的 三四一的眼液 它是 红色的 那我刚刚去试的 在眼角这边 擦了一点点 很自然 要不要看一下它上妆的效果 看一下它上妆的效果 自己的 就很自然 好看 看不出来 好看 好看 我们点的都是冰美式 然后它家的应该是 浅烘的豆子吧 就是 蛮酸的 就不是我喜欢的 那个味道 它 这里面的装潢就是这个样子的 比较像一个洞穴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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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